哈喽大家好我是想念在我们四川那一句真子的话就是吃啥子补啥子 今天我们整两个猪腰子你们懂嘞 新鲜买过来的猪腰子从背部给它对破片开 片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哈 这个这些就是腰臊我们要把它全部片干净吃起来才没有骚味 刀打45度的斜角这样子给它切进去 不要切断哈我们这个是上腰花 然后把它翻过来打直刀每三刀把它切断一下 切好的腰花里面加入盐配散的姜葱胡椒粉再整一罐90年的啤酒进去 然后下手给它抓匀先让它腌制过十来分钟不要太久 今天的辅料比较简单我们就准备了一点南瓜甸甸 这个是我提前离好的用这个刀给它配一下 然后切成节节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点青红海椒把它炸碎 先切一下再炸哈 再准备一点大蒜子用祖传的宝刀把它做成蒜末 锅里水开下入配好的南瓜藤 来上一瓶盐焯水这一步主要是把它焯熟 煮熟过后关火用漏勺把它捞出来控凉 另起锅倒入半瓶啤酒 把腌制好的猪腰和这个啤酒一起给它倒进去 用啤酒煮腰或者煮出来腰不仅没有骚味并且非常的嫩脆 焯开之后用勺子打去这个血沫 然后关火把它捞出来 这里千万不要煮太久了煮太久就老了 放入冷开水中快速的给它透凉 还有一个就是洗去它的血沫 这里一定要快速的把它透凉才能保证腰昏的脆爽 控好水分的腰昏给它放入这个南瓜间上面 来调一个腰昏的位置 刚刚摘好了青红椒 蒜末 蒸鱼齿油 香醋 生抽酱油 香油 加入一点矿泉水 少许的鸡精 背糖 用勺子给它调转 将才调好的位置给它淋在这个腰昏上寄口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美味继撑 简单又美味的一道 宣椒拌腰昏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特别的宣美下半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最后响念来给大家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先整一个腰昏 特别的宣美脆爽 一点点腰骚味就没有 再整个比腰昏都还要好吃的南瓜丁 南瓜丁吃起来比腰昏都还要脆还要嫩 总之来说这是一道夏季不可多得的好菜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响念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对了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能买不到南瓜丁或者再不到南瓜丁 其他的辅料也是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